昨天晚上有一场沙龙座谈 邀请三位曾经参与雨伞运动 反国家运动的香港学生来台 和台湾的太阳花世代交流分享经验 现场有许多正在参与反克纲运动的高中生 也借由这个机会和香港学运药角激荡火花 谈起2012年反国教运动和刚上任的香港教育局长吴克简教授 学密思潮连续一个礼拜密集抗议展现无限创意 一步步蓄积能量后获得家长教授等中产阶级支持 才爆发出9万人上街游行 12万人包围郑总的反洗脑国教运动 反国教令我就是最影响最多的是 你要认清你的对手 特别是在整个教育制度里面 我们学生其实是没有话语权的 我们要监察我们只有一个民主的制度 只有学生在参与 只有不同的人去参与 我们才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学生有他特殊的地方在社会上面 其实可能在某个时代社会都会赋予学生一定的东西 然后你假如人格把握到那个视觉 视角然后你可以做你觉得正确的事情 其实你可以向全世界说验证到底是对的 鼓励学生抓住历史的际遇及偶然勇往直前行动 去年香港雨伞运动也是从学生罢课发展到全民运动 在只有8万大学生的香港 第一天就有一万三千人参与罢课 而酝酿香港这个世代挺身而起的背后原因 也许就来自于他们已认清中共治下的天朝中国 30年的一个民主争取我们都发现其实很多人都觉得 这个开放中国的想象是不太存在的 它一直都是它经济起来了 然后它会更加集权 然后它政治也不会变得比较开放 其实反国家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的一个问题 它其实背后是关联到一个政治的问题 而政治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香港政府不是一个 透过选 透过普选选出来的政府 认为港府不需对700万港人负责 才是所有问题的癥结 面对同一个北京政权逼迫 雨伞和太阳化世代 用危机意识催化行动 又在各自运动的过程里更加认清脚下土地 新唐一台电视 今天好张轩 谈完台币怎么到